为什么吴磊是姐妹俩的理想老公 从一个有前途的年轻演员的吴磊 如今已成为男神姐妹眼中的理想丈夫 作为童星出生的吴磊不断训练自己 不仅在演技上而且在外貌上 吴磊对运动充满热情 尤其是骑自行车 他经常在个人微博上展示他的竞选照片 吴磊的骑马功敌也很不错 参与历史片是一大优势 甚至有消息称 每当吴磊去剧组 但还没轮到他拍摄时 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片场转转 大众认为 吴磊始终保持自己如此健康完美的身材并不奇怪 不过吴磊也算聪明人 曾经高考456分 演员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这也是当时全国最高分 吴磊在数学领域尤为突出 他喜欢玩数读这个涉及逻辑的游戏 吴磊从小就在游戏节目中炫耀他的最高智商 让许多观众感到惊讶 与搭档相处融洽的态度 毋庸置疑 吴磊曾被迪力热巴称赞成熟 为人着想不仅风趣幽默 情商也非常高 这位女演员还分享说 她是第一个抱着他而不抱怨的人 当被问及与搭档的年龄差距时 吴磊在没有冒犯前辈的情况下迅速回答 你看起来年轻 我看起来老 在宣传电影东风的发布会上 记者特意询问了他和丹东润的年龄差 免得女星害羞 吴磊赶紧清理圈子 给出了答案 非常有趣 是的 我六岁 她十五岁 你觉得吴磊是姐妹俩的理想老公吗 定寒仙兰作者圣赞赞路斯 吴磊 星汉灿烂刚刚完结 虽然影片的结局有点让人失望 虽然还是有一些细节被认为不妥 比如剧情过激或者家族被污蔑等等 观众们听到了生于繁荣和混乱时代的人们命运的许多隐秘角落 以及两个角色赵路斯和吴磊的动荡而困扰的爱情故事 近日 正寒灿烂的作者全谭德兰也对这部电影以及吴来崔落途的演技赞不绝口 这部电影的甜头不言而喻 但我们还是要从各个角度赞美吴磊的演技和完美的视觉效果 以及仇恨的爆发 太棒了 角色的野心和复仇欲望带着不一样的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落途》带来的四过去的晨光四未来的夜录 这些努力是公认的 感谢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 这个夏天过得很充实 希望大家的未来更加精彩 当然 2022年的夏天对于观看星汉灿烂的观众来说将是难忘的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落途》